美国商会昨天公布了2024的台湾白皮书 他在这本白皮书里头提醒 并且传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 他关心我们的能源稳定 就是我们政府供应能源的稳定度 并且提醒政府说 台湾政府你突然涨电价会不利企业 原因是我们的新财长 其实已经表明了态度 未来他认为对台电 在用政府补贴的方式 他认为不要 那可能要反映电价 所以这些美国商人就担心 我的电价 我的成本会不会涨很多呢 我们来看看 上任后第一个端午廉价交通书运 总统赖清德全程紧盯 但台美商会盯的是台湾供电问题 总统美商户要稳定供电有信心吗 不过就在端午廉价前夕台美商会 公布2024年白皮书提醒台湾政府 应该尽可能保持电价透明 并提醒电价突然调涨 对企业营运发展不利 更有超过七成成员 担忧绿能供应 就连外媒CNN都评论 台湾恐怕是一个脆弱经济体 外媒担忧台湾产业生态 但经济部长郭志辉 却因为核能立场 和民进党立委闹得尴尬 前一晚行政院长 宴请立委参序上 自家立委当面问卓榕泰 非核家园立场是否改变 更有立委问郭志辉 是否支持非核家园 而不等郭志辉讲完话 立委不耐的摇头匕首是直说 这样讲不行啦 非核家园的态度没有改变 所以昨天在餐序里面 确实有个民进党的委员 讨论到能源政策的这一块 大家讨论的状况是 没有讨论什么能源政策 就是大家沟通嘛 郭部长多次提到说 关于核能的问题 一定是在核安可以得到处理 而核废料也可以得到处理 而且在社会大众共识的情况底下 才能够往下去思考 卓会强调经济部只是多方研议 澄清行政立法团队立场没分歧 好 美国人 这是美国商会的这些成员 很怕突然涨电价 让他没有办法来消耗 就是消化这些成本 所以有讲说想要派员 来参加我国的电价决策 他说这个电价要透明一点 我们的经济部部长郭志辉这样讲 他说没有啦 怎么可能 我们的电价都很透明 每一次调整我们都会公布 而且会有所谓的电价审议委员会 这是可预测的 你们这些外国商人 可能要放心 请他们放心 那蒋万安讲说 中央要有好的规划 包括他也看到了 美国商会这样子的一个担忧 还有另外一个争议点 就在于大家知道过去 郭部长是来自于企业 很多人都说他可能比较有弹性 他在上任前以及刚刚上任的那段期间 对于要不要用核电 感觉上他的态度是开放的 感觉上他的态度是开放的 可是现在他突然有一点改口 或者是有人认为是180度的大转弯 他说核三研议要两个条件过关 这还不是重点 他讲说我们现在核电 是我们没有考虑的部分 观众朋友 我们的标题就这样下 他的态度是不是逆转了 他说现在核电 是我们没有考虑的一个部分 来请教 我觉得郭志辉 他的讲法一改再改 从核电 只要安全法令 这个无语的话 就可以去推 然后到后来说 他是备用电力 然后到现在说 没有考虑这个核电 我觉得他就是被电了 就是被行政院 就是被赖政 就是被卓榮泰 还有民进党立法院党团 跟他们吃饭 一直攻击他 是 然后吴四瑶还说 那是因为他委屈了 因为他在立法院 很多的谈话 是被断章取义 误解哪有断章取义 就是现在的这个质询什么 通通都是公开的 大家去掉那个袋子来 我们每个人的是耳朵 还是眼睛长业障吗 听东西都会这样断断落落吗 就是这个郭志辉 他没有办法坚持 他这个专业的立场 然后我觉得联合报的 陈立方他们写的一个评论 写得很对 就是说郭部长 应该去问问郭董事长 你从这个业界出身 你应该很知道 这个业界对于电力上面的需求 而且他今天从一个经营的角度 他说他反对给予台电补贴 你反对给予台电补贴 你就要让他像是一个民营企业一样 他就要自己去赚 负责他自己的盈亏 你拿掉他的政策任务 台电现在就是国营事业 他为什么今天他会亏损得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你给他政策 给他这个政策的这个任务 他不能够涨电价 还要去用这个绿电 还要去花这么多的钱 几倍的钱 三倍四倍五倍的钱 去用这个绿电 然后不能够用便宜的 一块多的这个核电 台电怎么可能不亏损呢 然后这个经济部 现在死鸭子嘴硬 一直在讲说 我们今天这个涨电价 这个什么是不得已的 都是因为 这个和乌克兰这个战争的关系 这个是胡扯嘛 我觉得作为这个经济部部长 自己去扬弃他的这个专业 扬弃他应该就作为一个 政策导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很令人遗憾 而且重要的是 他才上任几天 他才上任几天 就把所有的 大家曾经赋予他在身上的 这种想象通通都打破了 我就看他之后 他怎么样去兑现 什么不缺电的承诺 郭志辉其实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只要修法通过 核二核三可以研议 不过昨天有一个转折点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 宴请经济委员会的 这个立法委员 而且这个郭 这个我们的郭部长 也是坐上宾 经过沟通之后 结果我们看到郭志辉 今天的态度改变了 他对媒体说 核电是我们没有考虑的一部分 外界就认为说 他被可能下令 刚才乃京说被电 或者是被 怎么样的教导了 或是教毁了 那郭志辉 是不是有改变呢 吴思耀是讲说 郭志辉过去的谈话 是被部分媒体断章取义 民进党不管是行政院 和经济部 我们的立场一致 从来没有改变过 非核家园的立场 那朱立伦 国民党的党主席就讲说 如果你要打造AI岛 我刚刚讲AI国 你的这个梦想 会变成台湾的BI BI 就变成台语BI 因为没有电 你怎么打造 你用什么来打造 委员 我觉得这个郭志辉 在还没有就职520以前 我跟他见过 从他的语言可以看得出来 似乎好像产业界出身的 对他 我对他还是满期待的 因为他对核能发电 是没有什么坚持 他认为核三也是可以讨论的 这是我对他520 为就职以前对他的观感 可是昨天突然变成 好像核能都不用 大家也都知道 民进党我们也认为 民进党本来他就是 神主牌就是缓和 但是说实在的 也没有必要变成这么快 大家都知道 这几天不是黄人心来 我们台湾要创造一个AI的王国吗 不要忘了 AI成熟以后 15亿的电话从哪边来 所以这些你们都要去考虑 所以我是认为 如果执政党一直背着 这些缓和的神主牌 这个以后我们台湾人民 用电必涨 美联必涨 还有用电绝对停电 所以他们现在很好笑的 就是说 现在停电没有缺电 真的是这样吗 郭部长是这样吗 赖总统是这样吗 是停电不缺电 那你就告诉台湾人民 不能欺骗台湾人民 其实2025非和假人当时 延续小英总统 这八年施政的计划 所以台湾一直为再生能源 或是绿电的发展在做准备 这个也是民党政府上任以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 该做的事情 所以包括强刃电网 努力的去补足这些发电 都是我们本来就在做的 那你说核电的问题 一直来都是同一个问题 没有核安没有核电 核废料核去核从的问题 那当然过去大家可能讨论说 核电现在有新型态的 什么第二代第三代的小型核电等等 但是这个技术的发展 还不成熟的情况之下 台湾还是必须要继续往前走 尤其是大家看到黄仁勋 最近来台湾所掀起的风潮 他说台湾就是AI岛 因为我们的台湾 就有AI两个字 又说这个要打造台湾成为 这个赖总统说 要打造台湾成为AI智慧岛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 当然是一件好事 怎么会说要分散到世界去 台湾就是因为有台积电 护国神山有这样的细盾 加上现在 辉达要来台湾设计 设计中心要放在 大家都在抢 台北市讲万安也在抢 说恨不得来台北市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我们也知道用电的需求 非常的高 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执政长 绝对不可能让这些 AI的这些世界大厂来台湾之后说 没钱要怎么办 这个事情绝对不敢发生 也不会发生的 包括台积电大家知道 最近发现 它的用电量占台湾用电的8% 但台积电自己也有能力去发电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其实这些AI智慧场 他们自己也会有这样子一个 再生人员的准备 所以当然搭配政府的政策跟计划 希望打造台湾成为一个用电安全 而且让全民用电 在成本能够控制之下 又能够发展AI的一个 智慧城市智慧国家 有没有要回应一下 刚才委员讲的 民进党的高嘉瑜女士 现在发言代表 当然可以振振有词 我也认同说 如果民进党能够做得到的话 也是乐观其成 但是民进党做不到 因为郭智慧现在被民进党的经济委员会 群起工资 开始改口之后 可是郭智慧部长没有改口的是什么 没有改口的是 他不要对台电继续补贴了 这表示什么意思 这表示说 我们还不是缺电的问题 刚才我们还在讲说电够不够 他们自己评估说 如果以后发展AI的产业是不够的 这个是台电跟经济部自己讲的 这个先摆一边 因为他们盖厂 他们选定厂纸盖厂 也要几年的时间 这个我们先不管 可是郭智慧没有反口的是说 他不补贴台电的财政 你不补贴 一年本来补贴什么4000亿 几千亿的 我们电费要贵到哪里去 这就是美国商会所担心的 美国人真的吃饭太年没事干 说我要去参加你的电费 审议委员会 大家觉得说你美国人太过分了吧 对不对 你长臂也不要伸到我的委员会吧 大家还觉得说 民进党这次怎么比较有骨气了 说不要让他来 是因为不敢给美国人 看到真实的情况 因为很简单 你如果不补贴 你如果又不改变你发电的情况 绿电那么贵 核电那么便宜的核电你不要用 结果你电价高涨的时候 你现在就算大家要来投资台湾 真的做AI导致 谁愿意 最后再补充一下 因为你说补贴用电 如果是补贴到这些 你像挥达台经营这些智慧的 这些大厂 当然不是我们想要看到 我们在民生用电 我们去控制它的电价 但是在这个工业用电 或是这些AI厂等等的 这些半导体用电上 该涨我觉得也应该要涨 因为它有这么高的获利本来 4000亿的补贴 整个拿掉了 全部在这些企业的人的身上 谁要来投资你 这些做生意的人是新生高吗 但是黄仁勋还是非常喜欢 想要来投资台湾 所以我们乐观其成 他是不知道你要涨电价 涨到那么多了 我们就算涨电价 还是非常便宜 我们 你就看黄仁勋会不会投资 不是 卓院长他已经讲说 停电不等于缺电 这个你可以解释吗 这个不用再争计 好啦 我们有机会问一下黄仁勋 会不会继续投资 如果要涨电价的话 好不好 来 进